在现在的中越边境,有很多比人民命名的高地,这些人有很多是在对越战争凸显出来的英雄人物,他们为保卫阵地,做出了卓越的贡献,甚至奉献了自己宝贵的生命。 后来我们就用他们的名字,来命名这些阵地,以此来纪念他们对于祖国做出的贡献。在研究对越战争中,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高地,叫做李海鑫高地,这个高地就是用来纪念当时保卫这个高地。 而牺牲的李海鑫便是,李海鑫生于1962年,1981年1月就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,在对越战场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成为党员之后的李海鑫,更是下定决心,要为国家和人民做出贡献,哪怕是付出自己的生命。 1984年5月17日,老山战役即将开始,当时的李海鑫,是119团八连三排代理排长。 虽然李海鑫只是高中毕业,文化水平不高,但是说起打仗李海鑫真是一个好手,战士们没有不佩服李海鑫的指挥能力的。 17日,李海鑫接受命令率领14名战士,镇守142号高地,这个高地位于松茅岭地区黄罗方向最前边,是解放军146号高地的警戒阵地,还控制那拉地区的一个重要节点。 岳军三面包围着这个高地,每天都受到大量炮击,他们白天轮流蹲猫耳洞,夜晚防敌偷袭,每天只能吃两顿饭,喝水要到一公里外的河沟去费,尽管条件很艰苦,但是李海鑫紧密团结战士,守卫阵地,晚上他一个个,低检查少位。 白天,长屁战士直搬警戒,遭敌炮火袭击时,他让大家躲在眼壁部,自己守在洞口,在他的模范行动感照相,大家以苦为荣,烂当不叫苦,伤口感染不下阵地,守卫高地55天,7月12日凌晨4点50分。 月军以一个加强连的兵力,从东、南、西三个方向,偷袭142号高地,离海鑫沉着果断,命令全排进入阵地,准备战斗。 当月军离他们只有十多米时,他指挥大家,用成数的手榴弹,一起砸向敌群,在我各种火器猛烈射击和炮火的有力支援下,打退了月军的进攻。 月军偷袭失败,便以石碑与我的兵力进行强攻,当南侧之敌,逼近他们只有十多米远时,他和战友们又用手榴弹朝敌群砸去,炸得敌人血肉横飞。 此时,二十余名月军从东北方向突破前沿,离海鑫立即令令杨国月等五名战士,在欠好李同立足未稳的月军展开激战,逼敌十名,将敌打退。 另一股敌人又从西侧冲上来,离海鑫带领蒋之华扑过去,他用冲锋枪猛烈扫射,逼敌八名,并按向一颗预设的定向地雷,打退了月军的冲击。 当离海鑫转身观察时,突然被月军胆击穿又凶,战士要为他包扎伤口,他见月军又扑上来,说,不要管我,快去消灭敌人,忍着剧痛,向一颗定向地雷压火点爬去,按下电钮,将月军炸退。 九班长杨国月跑来又要为他包扎,他说,别管我,告诉权,台同志,就是剩下一个人,也要守住阵地,不能给祖国丢脸。 这时,他发现高地左侧的月军向上运动,随即推开杨国月,使尽最后力气,爬到定向雷压火点,按下电钮,当定向雷爆炸的同时,月军投来的一块TNT炸药爆炸,离海鑫光荣牺牲,离海鑫父母扫墓在离海鑫英勇献身精神的鼓舞下,142号高地的战士们高喊着尾台长报仇的口号,经过十多个小时的激战, 打退了敌人一个营和一个特攻,连的六次轮番攻击,以避敌104名的辉煌战果,牢牢地守住了阵地,离海鑫等十五位同志,被大家誉为十五勇士,他们用鲜血和生命保卫的高地,被称为离海鑫高地,1984年9月离海鑫,被中央军委,授予战斗英雄称号,当时为了纪念离海鑫的事迹,还有人做了一首诗,编程多景级。 葫芦树迁移,与西从北来,立马登高低,长驱倒匈奴,左部林仙碑,气身丰刃端,性命安可怀,父母解不顾,何言子语妻,明边壮士级,不得中顾思,捐区复国难,誓死忽如归来源,老山。